好 月中 現在看起來殺很大 你殺華為 我殺iPhone 對 美國白宮的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華為的新機出來之後 他們非常非常的震撼 所以進一步討論說 要更進一步的去封殺華為跟中興 可是討論結果還沒有出來之前 中國已經先進一步 你要殺我 我先殺你再說 所以現在已經傳出來了 中國政府要開始禁用蘋果iPhone 事實上不是 其實它是所有外國手機 不是只有針對蘋果 蘋果最多啊 沒有錯 這個您管講到重點 我們最新第二季的中國的市占率來看的話 不同的市調中心數字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 蘋果在中國的市占率 大概是15%多到16%左右 如果換算成這個支數的話 現在市場開始預估 下禮拜蘋果不是要推iPhone15了嗎 現在預估 比較理想的來說 大概影響1000萬支喔 如果悲觀一點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蘋果手機高達3000萬支 因為這個禁令不是只有中國公務員不能用 而是包含政府所支持的民間企業 通通禁用 而且中國只要官員公務員不用 其他阿貓阿狗沒有人敢用啦 萬用可能就小命不保啦 所以我們那個當然就是你自主性不要嘛 可是他現在的禁令是急於中國政府所支持的民間企業喔 譬如說像華為這種就是的嘛 所以這個範圍其實是比公務人員大很多 所以為什麼大家現在估現在iPhone15 即將推的iPhone15的銷量可能會是歷來蘋果手機當中呢 以前的怪例都是單基數袋會比偶數袋來的好 現在15是基數袋吧 14是偶數袋 iPhone14的銷量大概是8500萬支 我們都指的是第一年的情況喔 好可是iPhone15現在已經下修到可能是7000到7500萬支的這個數量 而且這個估量還是沒有中國這個禁令的前提喔 只是因為單這個華為又重新復活以後呢有可能的排擠效果 那如果再把這個禁令加進去的話 蘋果可能會更悲觀 所以我們看到直接衝擊 就是昨天的美國股市的蘋果股價嘛 所以昨天蘋果股價大跌了3%多喔 就是在反映這件事情喔 那再來就是蘋果的這個 姑且說災難喔 還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喔 現在歐盟也擺明了就是要找你蘋果的麻煩喔 我們姑且這麼說啦 因為大家用過蘋果的商品都知道 他們的街頭都是跟人家不一樣 他是用Lighting的系統 但是歐盟已經下令了 一律給我改用Type-C Type-C是所有安卓系統共用的 那你以前都自己這個系統 所以歐盟說不行 你這有獨佔壟斷的市場的情況 所以呢歐盟講的狠狠 如果你不改Type-C 那以後不准在歐盟賣 所以現在傳言蘋果會妥協 當然下禮拜就見真章 可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一旦改用Type-C 那原本用Lighting的街頭呢 因為要經過蘋果認證 蘋果可以從中抽售價的50% 很多的這些蘋果名就戲稱叫蘋果稅 這個對蘋果一年的營收 是高達好幾十億 那蘋果這筆錢又不見了 所以呢為什麼這個蘋果股價 最近會這麼慘 都跟這些事情有關係喔 不過呢講了這麼多悲觀的 我們還是要講一些樂觀的事情 那當然就是AI的部分了 這兩天呢 蘇之鋒在這個高盛辦的 這個通訊及技術大會當中的發表演說 當然重點就是還在談AI喔 那兩個重點 一個當然就是跟我們的台積電 以及其他供應鏈有關 大家也知道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建廠 遇到了很多問題 欸可是蘇之鋒出來挺喔 他說大致上的意義就是告訴你說 哎呀不管這個亞利桑那的 這個廠會有什麼問題 反正只要建好了 我們絕對是第一批的使用者 哇真的就是力挺到底喔 那大家有問他說 哎呀你不擔心他有很多變數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開始量產嗎 他說不重要 反正我們就是會用喔 好那再來就是呢 好不只是這樣子 他也再次強調說 整個台積電 以及整個台廠的供應鏈 都對他們非常非常重要 他們重要 所以他當然會繼續支持 台灣的相關的供應鏈喔 那再來就是大家也關心 那你新的這個晶片 到底什麼時候出來喔 指的就是這個MI300的這個AI晶片喔 他說哎呀第四季會推啦 而且喔他說就客戶的反應喔 跟之前比起來整整多了七倍 當然不是說營收或堆七倍啊 而是說客戶有興趣的 整整多了七倍 所以呢他用一句話來形容 未來的AI市場叫做易飛充天 好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我也有很多個都說看 acordo一樣 我也有很多人 Remo Q لل mainly